已经至少有6名女性指责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 在几十年前,她们还是少女或者20多岁的时候 对她们进行过性骚扰或者性攻击 她开始抓我的脖子,试图把我的头压到她的胯下 现在参议员阿尔·弗兰肯的政治前途也成为一个公开的问题 此前一名女性指责弗兰肯在进入美国参议院之前的2006年 曾抢吻她,并在她睡觉时候猥亵她 这两位被指责的男性做出的反应截然相反 摩尔断然否认所有指责者的指称 与之相反 弗兰肯发表了长篇声明 表示对她当年的行为负责,请求原谅 并要求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她进行调查 弗兰肯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同事纷纷发声 我确实觉得对她的指责可信 令人作误和震惊 是对女性的侮辱 摩尔不理会让她退出竞选的呼声 罗伊莫尔应当退出竞选 那些站出来只称她的女性都是可信的 她不适合出任美国的参议员 多年前曾吹嘘过自己性攻击能力的川普总统发推弹极弗兰肯的不端行为 但是拒绝评论摩尔是否适合出任公职 在这个时刻川普总统认为 最好由阿拉巴马这人民为自己的州做出抉择 性不当行为由来已久 这种行为20年前差点让比尔克林顿丢掉总统职位 更早的几年前 有关性骚扰的指控 几乎让最高法院大法官克莱伦斯托马斯的任命夭折 新的情况是 随着大量受害者出来指责好莱坞的一些著名大腕 新闻媒体和知名人物以及民选官员 公众对这种行为极为关注 有权势的人实施性骚扰和性暴力 已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人们说出了一些人的名字 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 对改变文化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由于某些人的地位身份 人们对他们的恶行假装看不见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已经下令所有众议员和他的助手 必须接受反性骚扰培训 一些参议员敦促说 如果摩尔在下个月的特别选举中获胜 应当把他从参议院开除 我当时代误 перед误会议和小兔赚 我当时代误会议和小兔赚 我就通知喔 我当时代误会议和小兔赚